今天,中甲中一升降级附加赛次回合,梅线铁汉主场2比1击败陕西长安竞技,两回合总比分3比2成功留在中甲,由于附加赛中甲球队不能使用外援,因此两回合比赛,穆里奇和爱洛伊西奥,只能在场下位球队加油。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后,穆里奇也在微博上写道,祝贺球队成功留在中甲,下赛季好运,作为队内受死亡,穆里奇本赛季出场20次,轰入16球,是球队保级录上最稳定的火力输出点之一,赛季收官展客场迎战时加装永昌,在比赛最后阶段,正是穆里奇送出的绝妙助攻, 帮助球队2比1战胜时加装永昌,这对球队踢附加赛的信心提升明显。 近日,穆里奇接受了四合体育的专榜,在评价本赛季球队表现时,他表示球队实力并不弱,应该属于中甲中有水平, 但是由于场内外不稳定因素,最终导致队伍战绩不佳,对于目前个人的竞技状态,巴西人则充满信心,为了更好的延长自己球员生涯,穆里奇专门从巴西聘请了专业私人教练,辅助自己日常训练。 我认为至少能期到35岁,当然秋远肯定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能尽可能的长,而谈及下赛季的个人计划时,穆里奇说道, 我与梅县铁汉生态的合约在今年12月将要期,俱乐部尚未与我戳商许军事宜,同时收到多家俱乐部的邀约,包括日本的球队也有意邀请我。 但目前球队宝技成功,我会与俱乐部商谈个人未来,做出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决定。